收嫁了,年节的气氛还是浓厚 虽然说新年新希望 生活的紧张却也悄悄地来到 为了生活,有时候要夹着鱼仔做人 难免在遇到挫折时会想家 鱼肉饭不只吃饱,也安抚想家的心情 想起妈妈说的 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先吃饱再说 这一碗热饭支撑许多人 让他们不畏风雨 吃饱了,就不怕老板的脸色 也不怕同事的耳鱼我诈 放松一下,喝杯咖啡吧 看看单纯的笑容 简单的关系,平静的相处 那不就是一种小确幸吗 这些都藏在一杯咖啡的时间里 周休二日,就不要再想那些不愉快的事情了 让自己反腐归真 走进灵验的老庙祈福 求上天给努力的年轻人一点鼓励 这是最古老的灵丹妙药 让我们治疗自信心不足 喝杯老茶,苦味之后就是回甘 这是自然的道理 凡事都是先苦后甜 望着窗外,窗框里的风景一样美丽 凡事都有自己的步调 时候到了,自然有成果 但在等待的时刻 别忘了提高自己的高度 让自己看得更深,更远 直到水到渠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